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9日 金港台时间8月10日 欢迎收看 请朋友观察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现在正在继续发酵的一个重大新闻 就是昨天的时候 美国前总统川普 声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袭击了他的海湖庄园 那么周二呢 我们看到又一个不利于川普的消息传来 一个联邦上诉法院 是允许这个众议院获取他的税表 那么一个美国的法律顾问称说 这种大动作的结果 可能是川普失去2024年的竞选资格 那么前方面临着三条路 川普会走向哪一条呢 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昨天的时候 美国前总统川普突然间发表声明说 就是联邦调查局当天是突然袭击了 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马拉狗 那川普谴责说 在这次事前未经宣布的调查中 FBI特工甚至是撬开了他的保险箱 那么当时呢 川普是并没有在这个佛州的海湖庄园里边 他当时是在纽约的川普大厦 川普谴责呢 说这个呢 是美国司法系统的武器化 目的呢 也是要独指他竞选总统 这个呢 是在2024年 大家都知道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就是各方的反应 白宫方面呢 他继续拒绝回答 也拒绝评论 还说呢 是司法部的调查是独立的 他们还说自己呢 是事前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 而这个拜登总统呢 还这个致力于法治和司法部的调查 不受政治影响 那当然我看到呢 这是美国的这个一个专家方委呢 他就在问说 大家相信他的说法吗 那美国司法部 还有这个联邦调查局 他们呢 是继续保持了沉默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呢 美国的FBI 他是受这个司法部管辖的 在夺签的时候呢 就是司法部官员 他也曾经是拒绝发表评论 还拒绝了透露说 这个司法部部长 加兰他是否是批准了这个检查令 或者呢 他是否是听取了有关情况的这种简报 那目前来看呢 就是FBI搜查的理由 他是说 2021年 就是川普卸任之后 他呢 擅自从白宫带走了一部分的机密文件 那为此呢 就是FBI才从就是 地方法院里边获得了一个搜查令 而一名美国政府的咨询官员透露说呢 搜查令的执行呢 他和美国档案馆 这个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这种搜查会采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目前我们看到呢 其中有的这个律师分析说呢 他可能会阻断就是川普2024年的这个大选 2016年曾经担任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 这个法律顾问的叫做伊莱亚斯 他就分析说 这一次这种大众的搜查 可能就会导致呢 说川普他没有这种 再次参选总统这种资格 伊莱亚斯呢 他也是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法律顾问 他在推特上说 是按照美国的法典第18章2071条写道 任何人持有政府的机密文件 活动记录 名册 档案 文稿等等 蓄意 且呢 以这种非法手段隐瞒 移除 更改 削减 伪造 或者是销毁 就将面临着罚款 或者呢 三年以下的这种刑法 并将呢 因此遭到撤职 失去 带着担任任何美国公职的这种资格 1978年呢 就是美国的总统文件法 他也规定说 这个某些这种总统级的这个档案 它必须是存档的 那当然目前呢 关于这样的一个行为 它是存在了一个巨大的争议 就是到底呢 这是一个公正的法律行为 还是呢 是这种政治报复 那么我们看到支持者呢 在说就是 一个呢 这是美国的司法机构 在做的这样的一种 法律行为 而且呢 它是从法院获得了这个 就是相关的搜查令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个应该的 对吧 你即使作为美国总统 他也是 就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豁免权利 但是呢 就是我们看到 也是相当多的人在说 他是一个政治报复 原因呢 就是很明显 就是之前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几个重大的事件 特别呢 像民主党的这个希拉里的电邮门 班加西的疑案 还有呢 是亨特拜登的电脑门 还有是爱泼斯坦的这个心爱小岛 等等 这些事件呢 就很明显 就是有的其实已经是违反了这个法律 要坐牢的 但是呢 最后就是在民主党影响下的这个美国政府呢 他实际上是没有得到任何处罚 比如说希拉里这个电邮门 就是按照政府的规定 你必须是使用就是官方的这个电子邮件 但是呢 希拉里呢 他是自己搞了一个这个电子邮件 而且放在他自己的这个家里边服务器上 那么据后来的就是美国政府透露出来的消息来讲呢 当时是有不同国家的这些黑客 包括是俄罗斯的 包括中国的 包括其他国家的呢 就是入侵到了希拉里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上面 可能是获取了相关的信息 后来呢 这个6万多封的电子邮件 就被呢 希拉里是给他删除了 而且呢 还把就是什么硬盘这个这种东西呢 给他这个彻底的销毁了 也就是说你想再搜查就查不到了 那这种情况下 按照这个规定 希拉里当年2016年的这个美国大选 他是没有资格参选的 但结果呢 后来的这个FBI的局长 当时叫科米 结果呢 就跟希拉里聊了聊 最后说呢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放过去了 那么另一个重大的这个疑案呢 就是班加西疑案 那个也是希拉里当国务卿的时候 他呢 当时是美国的这个驻 班加西的大使 他呢 当时是又被这个恐怖分子袭击 然后呢 他向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去提交这种报告 然后呢 要去调查 要去保护他 结果呢 就是后来呢 这些这个外边的这些恐怖分子 攻进了大使馆 但是呢 没有找到他 因为他当时躲到了这个密室里边 后来结果就 再向这个国务院求救的时候 那么 那些歹徒就回来了 而且呢 直奔这个密室 最后呢 这个班加西大使呢 就去世了 所以呢 这个过程中 希拉里是不是存在着独职 或者呢 像有些人说的 他是存在着 是要去防止这个大使呢 知道他的一些这种 机密的一些事件 所以呢 要把他给灭口 还是 所以呢 这个事件的话 事实上 也应该得到较查的 但是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而且呢 像这个亨特拜登的电脑 他这上边呢 也有太多的这种 不雅的这些照片 或者资料 而且呢 还有一些可能是明显的 涉及到可能和 类似中共 或者其他国家 有这种 不正当的这些往来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FBI为什么没有介入呢 这个实际上也是遭到 这个美国相当多的人批评的 还有呢 像爱泼斯坦的这个星爱小岛 那么呢 也是涉及到了 就是一些 美国的政治人物 包括是克林顿 等等这些人 那当时呢 后来也是不了了之 只抓了克林顿 就是只抓了这个爱泼斯坦 后来呢 也是就是 在关押中 莫名其妙的去世 等等这些事件 当然呢 那还有人讲说 这个可能也跟这个水门事件 是不是也可以相提并论呢 其实还不一样 水门事件的时候 它呢 是作为 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他只是进入了 就是民主党的 这个全国选举委员会 他并没有呢 像 而且是偷偷摸摸的进入的 而这一次呢 就是是公然的进入了 像这个 一个美国前总统的 这样的一个家里边 去进行搜查 所以呢 这次的事件的严重性 事实上的话 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当然 未来呢 就是看起来 这样的一个事件 它会有三条出路 第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事件 很多人就问说 按照美国的相关的法律 这么严格 那么是不是呢 川普有可能会坐牢 那他里面提到的话呢 是拥有删减 对吧 特别呢 消灭 销毁等等 这些的话呢 可能面临着 巨额的罚款 或者呢 是三年以下的 这个刑法 川普会不会这么 被栽进去呢 我个人的话呢 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小 甚至就是可以说 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对于川普来讲呢 他这些相关的这些文件 他应该是自己 有一些法律的这种 人去帮他去进行咨询的 所以他知道哪一些的话 如何处置 而且呢 在之前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他也是在跟FBI的进行沟通 说如何去移交 而且呢 之前还移交出了 15箱的这个资料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可能在这个调查中 最后呢 不了了之进行和解 但是呢 因为名誉上受损 或者呢 有达成某些特定的协议 这样的话呢 川普呢 失去2024年的 这样的一个资格 这是呢 第二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呢 我觉得这个 可能会有 但是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也不是特别的大 原因的话呢 同样的就是说 他到底有没有 直接的证据证明的话 川普有什么样的 一个违法行为 这个我相信 恐怕是很难的 因为 从我们过去 这么多年来看 就是川普呢 也在 当选之前 以及呢 当选之后 是经历了 无数次的 这样的各种各样的 这种法律的 各种各样的 还有呢 名誉上的这种抨击 但是呢 最终来讲 没有一个 真正的能够 让判他有罪的 所以这一次呢 我也不相信 这里边 能够跟他是涉及到 定罪的问题 那么第三种可能性呢 就是 川普呢 可能会把这样的 一个事情 会变成一个好事 就是说 获得呢 绝地反击的 这么一个机会 从而呢 赢得更大的一个支持 这个呢 我觉得反而呢 就是未来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我们看到 就是在 FBI突袭了 海湖庄园之后 川普总统 就在他的这个 个人所开发的 这样的一个 叫做真相 社交媒体上呢 叫Truth Social 就发布了 他一个竞选风格的 这个视频 那我们呢 也来看一眼 我们是一个国家 我們不曾打架。我們不再打架。 我們不再開挑戰。我們不再成功。 我們不再贏。我們不再淨。 我們不會再擺。我們不會再壞。 我們不會再支付。我們不會再与我們永遠。 我們不會再与,不會再与,不會再与。 我們不會再与你。 你不 shoulder走。 那川普说呢 他是一个衰落 我们是一个衰落的国家 是像你这样勤奋工作的爱国者 这个建立了这个国家 也是像你这样勤奋工作的爱国者呢 将拯救国家 现在是时候再次谈论 我们国家的伟大了 也就是说呢 川普总统似乎在暗示的话呢 他将再使呢 美国更加伟大 也就是说他是涉及到说 参加2022大选的问题 那我们目前看到呢 就是共和党这方面 也是有70%到80%的这个官员 是发表了这个 对这件事情表态 包括的话 美国前总统是彭斯 国务卿 蓬佩奥 还有呢 一些主要的议员 一些州长 他都为这次突袭呢 表示了震惊和谴责 那当然的话 就是这个参议院的顶上的那几个 麦康奈尔的话呢 看起来是在撞龙作哑 没有表态 那小川普 他在讲呢 说我父亲一生中 连超速罚攤都没得过 直到他走下这个自动扶梯 宣告参选 在美国历史上 还没有一个家庭 像川普家族 遭受这么多背后射来的箭 这个呢也确实是这样子 他还说8月8日 30名FBI特工突降海湖庄园 冲过大门 开始洗劫办公室和这个壁厨 也就是说 目前呢 就是这样的一些声势 作为共和党人呢 在通过媒体 再去抨击 作为这个民主党人 是事实上是在利用这个机会呢 再去搞政治清算 再把呢 美国的司法工具 作为一种打击政敌 政治化的这么一个这样的动作 那实际上呢 还不仅仅是共和党人 我们看到有一部分的民主党人 比如说呢 像2016年的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叫做 不是2016 2020 华裔的这个叫做杨安德 他是台湾人 他呢 也认为说这次的举动呢 使得美国的司法机构 还有呢 是被用在政治斗争的这种嫌疑 杨安德在推特上说 我不是川普的粉丝 我希望他尽可能的远离白宫 但他呼吁的这个一个基本部分 是他反对腐败的政府机构 而这次突袭 加强了几百万美国人的理由 他们呢 将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迫害 杨安德还说 这似乎是由当地法官和特定的联邦调查局 办公室授权的 没有呢 就看出来说有上级政府的支持或者通知 但是呢 从字面上来看的话 没有人会相信或者做出来什么有具体的这种差异 所以呢 这个可能是说因为官僚主义导致的 但是呢 似乎是政治性的 他还引用了就是政客网 这叫做political 上面的一个这种关于报道的说法 说如果他们突袭他的家 只是为了找到他从白宫带走的机密文件 这个呢 是一个美国的法律专家指出来的 毫无疑问 他将在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 这将被证明是历史上最大的执法的错误 也就是说呢 像杨安德 还有一部分的这个专家 他认为说以搜查机密文件作为突袭川普家的这种借口呢 对于民主党来说 他呢 是不仅仅起不到打击川普的这种作用 反而呢 可能适得其反 他会帮着川普呢 在2024年获胜 那在今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国的著名的左派媒体CNN 他的一个主持人和法律分析师叫做保罗卡兰 他也在节目中说 突袭呢 是大胆而危险的举动 那保罗卡兰就认为说这个FBI的这次突袭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呢 他只是为了说这个总统记录法去搞一些什么搜集资料 BBC呢 他的一个分析同样认为说 这一事件呢 无疑会激励川普的选民参加这个11月的中期选举 共和党人已经将这次事件呢 作为筹集竞选资金的一种方式 他们认为说这将迫使呢 之前和川普有分歧的共和党人也团结在他的周围 那目前看起来呢 还真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呢 就是美国目前认为说 可能对川普的竞选构成最重要的这种竞争的一个人呢 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叫做德桑迪斯 他呢 也在这个搜索搜查事件出现之后呢 公开的给川普辩护 说搜查是联邦机构的武器化 美国的参议员这个林塞格雷厄姆呢 他也认为说 海湖庄园搜查呢 这个增加了川普再次竞选总统的可能性 另外呢 除了我们看到可能会激励一部分的这个 共和党人更多的出来投票 还有呢 使一部分的这些中间派的选民导向这个就是川普 导向这个共和党 那么对民主党来说的话呢 他也会有一些这种政治风险 因为其中的一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说他会使得这个民意关注度 他从民主党本来想呢 是去对外宣称的一些政治成就上来去 转移开来 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呢 民主党刚刚为通过了一个呢 是涵盖说从医保健到气候变化等等方面的一个全面的经济方案 然后呢 还是这个为此呢 洋洋自得 川普就是拜登总统呢 今天还签署了这个叫做芯片和气候的这样一个法案 科学法案 但是呢 你这个时候突然将跳出来这种事情 似乎呢 就是打乱了这样的一种关注度 美国的民主党这个战略家 玛丽安尼玛什 他就说呢 支出法案呢 是一个系列的政治政治圈 但是第一圈现在已经被截断了 民主党人希望本周的政治话题的节目 都是关于说参议院本周通过的 气候变化呀 还有支出法案呢 但结果呢 他们再次这个话题都是关于 这个唐纳德川普的 那么因为呢 现在这个时机有点太过巧合 因为马上呢 大家都知道面临着美国中期选举了 所以 也让一部分的民主党人呢 他就是试图也去出来洗脱这样的一种嫌疑 就是说白宫呢 你是一个精心的特化者 这样的一种大众的印象 比如说像国会对第二次弹劾总统的 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个弹劾经理 叫做 马斯迪恩 马德林迪恩 他呢也是就是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州的民主党人 还是个律师 他就说我是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 我关心法治 我喜欢我们没有一个白宫来选择司法部正在做什么事情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也觉得呢 这个 这种嫌疑是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那么另外呢 从长远来看 实际上呢 就是很多民主党人现在认为说 2024年让川普出来竞选 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竞选人 为什么呢 就是比如BBC 他就引述了福克斯新闻在6月份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说55%的这个登记选民认为呢 对川普他是持有负面看法的 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这种很 很受分裂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就是相当多的人的话呢 认为他说这个是很受争议 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那么出来这么一个事件 很可能就会导致更多的人会站在了川普一边 当然我们看到了就是 今天呢 川普呢 也是再次的发了一些声明 说呢 这个突袭的动机就是单权派 要阻止呢 共和党 还有他自己呢 在选举中获得成功 他说呢 必须揭露和制止 无法无天政治迫害和猎物行动 只有有你们的支持 我将呢 继续为美大的 美国人民而战 我需要每一位热血的美国爱国者 在这段时间内站出来 也就是说 很可能在接下去 那么 美国的这个 共和党人会把这样的一个事件 作为一个这种向民众 就是呼吁 到获取民众支持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事件 所以呢 也许这个事件的话呢 反而会有利于在接下去的 美国的中期选举 以及2024年大选 那我们再来看呢 另一个重大的这个事件呢 就是在周二的时候 美国的华盛顿特区的这个 巡回上诉法院 他就以3比0呢 是做出了一个裁决 允许众议院从美国的国税局 获得川普的这个税收报表 这个呢 对川普来说呢 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呢 川普多年来 他一直在法庭上是 反对任何的调查人员 公布他的这个纳税的申报表 这个案件呢 他的来由是在2019年的时候 就是由众议院的 抽签委员会的主席 叫做理查德尼尔 他就寻求法院命令 要强制美国的国税局 交出了川普的这个纳税 这个申报表 关于这个事件呢 会也同样的 我认为会带来这个三个结果 第一个呢 就可能会 这个报表呢 被移交了 然后呢 还发现了问题 那么比如有偷税 或者呢 造假 那么川普呢 可能会面临的坐牢 或者是罚款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说会被递交 但是呢 没有发现问题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那么媒体呢 就会大大的这个 去做文章 去影响到2024年的大选 第三个结果呢 就是川普 他可能上诉 这个呢 此诉讼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去 去结束 最后来讲的话呢 可能会有利于他的这个结果 那么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讲呢 就是这个判决将在七天之内去发布 然后呢 让川普呢 有这个时间上诉 而这样的一个上诉呢 这个结果 他可能就会最终影响到 到底公布 还是说怎么样 那这三个结果 然后最终带来会什么样的呢 我认为呢 最后说川普即使上诉 完全制止的可能性 也不是很大 因为相当多的这些这个 诉讼来讲的话呢 是目前关于税表这方面 对他可能不是特别有利的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 我是不太相信说 他能够被发现有问题的 因为作为一个这种亿万富翁 对吧 大家都知道呢 在你过去这么多年中 他可能就是一个 可能会有这种 我们叫避税 但避税 他是不等于是偷税的 他是利用法律的 这样赋予的一些这种权力 一些这种状态 对吧 比如说他允许呢 这个公司破产的时候 比如说川普呢 有好多次的这个赌场破产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可以去少交税 然后呢 以后年度 这个获得的一些这种利润 他就可以拿去减免掉 所以呢 这个实际上在之前的时候 我们看到公布出来的结果 看 那么川普确实的有这方面 避税的这种行为 但是呢 他这些大的 个人和公司 他其实都会聘请一些 非常这个厉害的 这些会计师 所以呢 故意造假的可能性 我认为几乎应该是没有的 否则的话 那么民主党人之前也已经发现 或者披露出来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说这个事件 那同样呢 还是会被做派这些媒体呢 拿来大作文章的 但是呢 对于川普的打击 我相信的话 其实这个方面不会有多大了 那好了 我们呢 今天呢 是分析了 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联邦调查局 FBI 是突袭了川普 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 这个海湖庄园 那么这个事件呢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分析了三种可能性 那么同样呢 我们看到 就是关于川普的这个税表 那么未来 同样存在三种可能性 所以呢 我们是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那我不知道呢 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 你对这个川普这些被调查 是怎么认为 未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把你们的意见发表出来 我们呢 回头进行探讨 那好了 非常感谢呢 大家的今天的这个互动 今天的观看 我们呢 是明天见 谢谢大家